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来让这个舞蹈的历史能够辛苦 继续来再生 所以呢 我们提供了这个东芝画廊的这个会场 来配合它的展览 这个展览也是我办这个画廊四十年来最特殊的一次画廊 它是结合一个艺术家 收藏家 它用捐赠的方式来替这个蔡瑞这个基金会提供了它作品 然后拍卖的所有经费全部来证券给这个基金会 所以呢 那我个人这个舞台当然也是无条件的来提供作为这个舞台 那这里所产生可能所发酵的这个精神 是我们这次展览会最重要的主题啦 因为我们做了四十年的画廊 培养了很多的收藏家 也培养了很多的艺术家 让这个默默无闻的艺术家成名 也可以让本来就很有名的艺术家 让它 我们也以它为人 所以这种心火相成的这种做法 在我们这个画廊又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 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台湾一百年来的美术历史 也是用这个谢理塔的这个台湾美术运动史 能够根据它的美术运动史的物干 我们在它里面 书里面所呈现的人物 艺术家当时也没有什么收藏家 所以呢我们不断地介绍艺术家 不管是老 中 青 三代艺术家 那现在已经有这么多年了 也就是世代交替的时候了 非常的成熟了 我们从一片沙漠慢慢开发结果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展览会 来启发给下一代的人 去接手 所以我们培养了很多的这个 艺术专业的人才 还有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专业的工作 然后透过这个宣传 然后呢 引起了非常广大的 喜爱美术的这些人士 我们台湾的这个历史文化 透过了这个展览 我相信它是可以慢慢的发扬光大 非常感谢这一次谢丽发 它特别指定要在我这里站了 我当然是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荣幸能够 所以我们也尽全力来放它这个 会场的固定灯光 让这个观众来这边能够轻松的欣赏作品 轻松的享受我们这个艺术家内心 也有一半是收藏的这种心情 转换成这个社会的这个共鸣 我想我们这个小小的舞台呢 能够有发挥这种的功能 当然啦 就是我非常的高兴 能够在这一次的这个展览会里面 再继续努力再推广下去 谢谢各位 谢谢丽头 这样又爱了